最近一档以中国风以及古风表演为主的综艺节目《国风美少年》在爱奇艺开播 团团两期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热议 其中不仅有古风圈元老二婶还出现了七朵的刘木子 看过伴们的小伙伴应该都很喜欢节目里那个逗逼可爱的木子女生 然而木子也是古风组合七朵中的一员 让她一开口便惊艳了台下观众 说起七朵组合 她们是于2012年出道的主打中国风的女子组合 出道时七位成员均为深圳大学学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由于公司运营 包装大环境等等一系列问题 七朵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危机 2017年组合在人员更替后选择 我会上微博去悄悄搜自己组合的名字 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风声 霍泽老师有首歌叫做七朵莲花 这就搜着了 对 每次搜七朵就是比较少 然后都是今天听了多少遍七朵莲花 真好听 谢谢 因为这个舞台 就是对我和我们组合来说太不容易了 就是第一次上 就是有机会成这种大型节目 真的是第一次了 就是之前都是大家一起 今天第一次一个人 这么多年 我们都一起这么走过来了 我也是希望 我可以在这里好好表现 在这个舞台上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坚持更久 不会解散了 其实是这样 七朵组合早在2014年就被提名亚洲最佳女子天团 与他们一起提名的还有大家熟知的AKB48少女时代等知名日韩组合 作为唯一一个被提名的中国女子组合 不论颜值气质还是歌曲舞蹈 作品质量都算得上圈内数一数二 七朵的歌曲主打中国风舞风旋律优美动听 循环一整天都不会感到腻 七朵也算是唯一一个所有粉丝都追着练习试捧 追着MV喷 追着公司骂 越包装越黑的组合 本期就为大家带来几首七朵超级好听的舞风歌曲 出来一起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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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父亲都好